现在这个局势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美国强力的介入东亚事务 介入东亚事务之前 本来对中国非常谨小甚为的 之前在杜特递当这个菲律宾总统受罪 我们千万不可以跟中国打 我们跟中国打绝对打不赢 可是现在说菲律宾非常的积极 甚至在昨天在南海 发生了两起碰撞事件 对现在的菲律宾底气真的是够了 为什么小马克思背后 有这个美国的撑腰支持 不管是布林肯也好 奥斯丁也好 还有这个Harris 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都曾经跟菲律宾讲过 如果你的武装部队 公务船舶或者是什么 公务飞机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启动美飞防御桃源 果不其他你看昨天开始 中国跟菲律宾就开始 在海上不断的发生冲突 前面那个小城是菲律宾的 现在这个视角是中国的 菲律宾的小城这么小 在我的前面咬步咬尾 对我们前面来讲的话 就已经讲说在仁爱礁 也就是说The Second Thomas Shore 这个地方呢 这附近的地方 因为有一个马德雷三号 在上面 所以菲律宾它现在要运捕 运捕这个马德雷三号的时候 结果呢 昨天就终于爆发了 这样一个碰撞事件 怎么讲呢 中国有一艘海上民兵船 故意去碰着 困在那边附近来守护 那些运捕船的菲律宾的 海巡船 然后中国就用它的 这个Cosca 就是它用它的海警船 去碰撞它那个运捕船 那也就是说 昨天的两起事故是 一个官的去碰民间 受到菲律宾的官方的 委派的运捕船 然后一个是 民的去碰到 菲律宾的官方的船 所以这两起事件非常复杂 因为它要运捕嘛 它运捕的时候 在这过程当中 结果中国要去拦它 拦它的时候 第一个 用民间的船去的时候 中国用它的 公务船去拦 然后今天来讲的话 你看到 昨天这个 上面那一艘船 就是中国的海上民兵船 海上民兵船 它打着渔民的这个民意 结果它去搞难嘛 去拦截菲律宾 右下角那一个是 菲律宾的公务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清二楚 就是说现在的中国 他们的民间船这么大 对 其实它是照来撞船的 它不是照来捕鱼的 因为它 那里就是海上民兵 就是海上民兵 就是美国很多智库 都一直盯着说 这是海上民兵 所以它本来来讲的话 就已经不是单纯是捕鱼的船 那现在来讲 然后就是仁爱礁上面这个坐摊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这个菲律宾准备就是要进行拉皮作业 那进行拉皮作业的时候 它现在把所有的物资开始都上传了 准备要运到这个 那中国它也发现到说 一定要把它拦下来 所以现在 对 所以现在 就这样马德里山后 对 所以现在就是会不断地进行 所谓的干扰这个作业 那这样的插枪着火 因为你知道海上民兵 在美国的降临的眼中 看起来就是军舰的一种 然后呢中国的这个虽然它用Costcar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Costcar也被视为是军舰 而且现在也是武警部队在管 也是直属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会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担心 海巡是直属中央军委会 是的 他们不是单纯的公安 或是不单纯的警察而已 因为他们的系统在2018年 曾经做过转变 从国务院转到了中央军委会 所以现在的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动作 都可以称为叫军事行为 那当然他做了这种军事行为 来对付菲律宾的相关的船舰 而在美国眼中来看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军事的冲突活动的话 会不会大家关注说 启动美飞防御条件的第四条 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